拜登上任之后 他对于世界的局势有什么影响吗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OK 我想拜登呢 他这次就职演说里面提到两个口号 一个是美国精神 恢复美国精神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呼吁美国团结 为什么他要提到恢复美国精神呢 因为美国的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不服输 永不服输的一个心理 那么这种精神呢 让美国领导前轮 打赢了两次世界大战 而且在战后继续领导世界 而且美国永远不会认输的一个国家 就跟前国务卿Hillary Clinton 在2016年选前所说的 美国人有打赢求胜的DNA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讯号 就是拜登也等于是 重新提出了恢复美国精神 那么美国精神就让拜登决定不服输 因为中国现在正在崛起中 2021年就是今年也就是今年 马上中国就是建党100年 那么在2049年 则是中国大陆建政100年 那么这个时候拜登当选总统 距离他12年前做副农统的时候又更近 所以拜登的压力很大 那么还有呢 这个中国制造2025年也就四年时间 那么这个也对拜登压力 那中国扬言会在十大科技领域领先世界 2035年则是中国经济会全面超越美国 那这个拜登的很紧张 虽然他不一定能够活到2035年 但是他现在必须要预先部署 也就是所谓的超前部署 才能够抑制中国的不当的崛起 因为中国的崛起呢 美国认为他没有负责任的精神 更没有领导全世界的能力 那么假如美国任由这种情势发展的话 那么中国很危险 中国就很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一个大国 那么这是对全世界对美国都是威胁 所以美国呢 在这个我们看到他的准国务卿布林肯 这两天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证词里面提到 美国会在世界的领导权 还有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 还有这个把中国呢 当作一个贸易的这个一个不正当不公平的一个贸易呢 美国要把它校正回来 那么另外呢 在人权民主呢 等普世价值方面呢 美国也绝不松手 而且布林肯还得有点暗批呢 这个川普政府呢 不应该在香港国安法 就是港版国安法呢 通过之后才去出手干预 应该在这个香港呢 法治人权遭到威胁的时候呢 就应该出手才对 那么可见呢 这个拜登的政府呢 对于这个川普的很多的行为呢 有些是接受 比如说反中 拜登虽然不提反中这两个字 但是所有在所有领域里面 他都是针对中国大陆 那这个形势呢 对习近平来讲呢 更严峻 现在习近平 还有这个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宇一定后悔 什么当初呢 把川普和蓬佩奥骂成疯狂 现在呢 有一个比他们更冷静 更会跟盟国打交道的一个拜登出来了 那对他们来讲更为难缠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来讲 拜登呢 他现在是呼吁美国 恢复美国的一个精神 同时呢 也呼吁美国要团结 这个团结有两方面 两个城市 一方面是对类 还要这个 要求美国人民在政治上 从政治的分裂中 恢复到团结 而且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况 那么有两个名词 一个叫做MACA MACA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度伟大 那是川普的 这次呢 川普攻进了美国国会山庄 很多人戴的帽子就是MACA 另外一个呢 这是对MACA不以为难 他现在就是 Make America Low More Again 让美国恢复到正常 这是支持拜登的力量 现在支持拜登的力量 显然超越了这个支持川普的力量 川普呢 他扬言虽然在最后一天呢 扬言要东山再起 甚至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那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他这次把自己搞砸了 这个英文叫做Scrooted 自己把他Scrooted 把自己搞垮了 因为鼓动川普攻进国会山庄 最后呢 又把他们批评为暴徒 让他自己一方面呢 出卖了他的支持者 一方面呢 又犯下了美国由 宪政史以来呢 最严重的一个宪政 造成一个宪政危机 这都是川普的败笔啊 那么选举期间就可以看到 川普不断地骂人 得罪了退伍军人 那么得罪了那个McKane家族 McKane是Arizona州的 这个联邦参议员 本来他是越南英雄 但被川普骂得一文不止 所以说这个McKane的夫人呢 在过在那个 这个他的先生过世的时候呢 拒绝川普来参加那个McKane的葬礼 而且呢还在选举期间 还替拜登站台 就和Arizona州 24年的红州 也就是共和党的州 变成了这个蓝州 第一次变成蓝州 24年以来 那这个情况下非常严重 对这个 这次呢可以说是 不该输的州输掉了 该赢的州没赢到 包括加价州 加价州是美国的福音州 通常是这个川普的大白赢 美国福音州 从北卡兰卡 一直到加价 一直到德州 那么现在呢 川普只得到了三州 就是加价州输掉 加价州输掉了 不单输掉了这个选举人票 而且还输掉了两个参议员 因为加价州的规定是 参议员假如没有过半 就要重新选举 就是二人选举 而这次呢都是被川普搞砸了 他打电话给那个 小加价州的州务卿 叫他还给他几千万的选票 几百万到几百万到一千万的选票 那么当然引起群众不满了 认为他的干预选举 所以说更造成了 本来有一席是可以赢的 一个参议员也被他搞砸掉了 所以说整个来讲呢 这次呢 说国内外形势来讲 对川普是非常不利 对拜登则是化危机为转机 因为呢 川普的乱政 让美国人民更觉得 希望人心失智 而且呢 更希望呢 回到正常 这就对拜登来讲 都是一个好事 能够化危机为转机 本来呢 要面对一个分裂的美国 他也是觉得不知道从何下手 但是现在川普给 他的一个乱政呢 给他一个机会 造成呢 他能够在这个 这个面对分裂的一个美国呢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机会呢 去拨乱反政 老师那 有网友问啊 那美国会不会秋后算长 这要看拜登的胸进 虽然民进党呢 像那个 曾经被这个 这个川普打败的 凯拉瑞克林顿前国务卿呢 就一直希望能够弹劾他 追杀 叫做追杀 求后算账 那么但是 还有一个叫做 众院议长 因为常常这个 被这个川普修辱 也准备报仇 这两个人 这个可以说 摩拳擦掌 准备大大心干戈 开始对川普提出 这个弹劾 在众院里面 他已经第二次通过弹劾了 在参与呢 这次呢 这个McCarnall 其实心中也蛮想弹劾他 因为免然他继续乱政 McCarnall的先生 McCarnall是谁的先生呢 是赵小兰 就是做过川普的交通部长 或者运输部长的赵小兰 是来自这个中华民国 那么这里面呢 很有意思 这个McCarnall表面上说 他暂时不提这个 开议的讨论这个 就是川普的弹劾案 一拖到20号 就要由民党来接手的 民党已经现在成为多数党 因为现在是总共的席次100席里面 参众两院呢 参院 众院当然是掌握在民党手上 而参院呢 则是现在呢 50对50 但是因为副总统可以在关键投票的时候 投下关键的一票 就是当5050或者49比49 两个人不投的话 那副总统都可以投票 参院的多数党已经变转手 变成了民主党的多数了 那么所以说他就 McCarnall是一个蛮厉害的一个政治人物 经过那么多年磨练 他晓得不要卷入这个 这个弹劾的之争呢 宁可让这个民党去处理 要不要弹劾 当然拜登假如说 要为了挽救分裂的美国 他可能不做弹劾的动作 或者不鼓励弹劾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想 可以提高他的政治的高度 与那个政治的风度 那么甚至可以提高到一个 总统的一个高度 很有意思 那么看看拜登要不要这样想 假如说担心川普呢 将来还会继续乱政 我觉得其实没这个必要 因为川普已经把自己玩完了 玩完了你干嘛去追杀呢 追杀就显示自己的风度 高度都不太够 信量也不够 那么所以说这个有我可能认为 不会不见得会追杀 假如追杀的话 那么反而是 一定是那个两个旅人 就是一个凯拉瑞 一个是佩洛西 众院议长 一个是曾经选过总统的 前国务卿凯拉瑞克林顿 那么所以说这两个人 一定是主动要弹劾他的 但是呢 我看现在美国人呢 也都希望人心失智嘛 所以说大家可能不会再乐见 追杀的动作 老师那其实我们今天有注意到 他其实拜登一上任之后 他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 他签了17项的行政命令 就是他里面有逆转了川普的政策 还有重返BHO跟巴黎协定 可以帮我们就这个东西 来帮我们讲一下吗 他这个第一个可以显示出呢 他是对于这个防疫 他下了很多功夫 好几个好几个这个行政命令 都和防疫有关 另外也有一两个是和这个纾困 经济纾困有关 因为呢川普的这个川普呢 这个在防疫上面不够努力 所以说造成美国 二三十万人的死亡 实际上还会在 在这个全部得到疫苗之前呢 还会有部分人会死亡 所以说所以拜登呢 一直在他的选民中呢 批评这个川普呢 在防疫方面不够努力 所以他要做出一些变动 而且强制戴口罩 这非常重要 台湾呢 还有大陆之所以防疫做得还不错 就是两岸人民都很怕死 所以说都戴口罩 很乖乖的戴口罩 这就很有意思 而美国人那么胆真大的一点 不戴口罩 甚至群聚的场合 这个都不戴口罩 那就造成很多人的麻烦 那么有一个这个 不为公开的这个一个调查显示 这个疫情呢 散播最严重的地方 常常是和轰趴有关 因为轰趴是吸毒 另外还有搞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这些这种这种人最容易得到这个疫情 得到这个新冠疫情 新冠病毒啊 病毒啊 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 但是因为怕被人家批评说是 这个攻击这个 这个 一些home part的人 就给他们做不公平的批评啊 所以他们就这个报告一直没有公布 但是我相信是有科学根据的 那么现在来看呢 拜登呢下了很大的这个决心 要违反美国人 一般人不喜欢戴口罩的一个习惯 教求大家强制大家戴口罩 尤其在公共场合 那么现在美国餐厅已经不准 人家进餐厅吃饭 因为怕群聚都在把餐厅摆在外面 让大家买食物啊带回去啊 所以说现在美国餐厅倒了一片 很多大卖场 现在也不能够在里面吃东西 Costco你们大家就知道 很多人在里面吃中饭吃晚饭 现在都没有了 这个现象都没有了 我在柳泽西有个家里 旁边就是Costco 我们也常常在周末的时候去烙一圈就差不多吃饱了 现在呢这种可能性 这种好景不常在 很有意思 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 他这个还有经济纾困研究 因为拜登想法是防疫最优先 防疫好了 人民都健康了 才能够发动经济纾控的救援措施 然后呢再来他川普的退群 那么拜登是不满意的 包括现在他川普政府虽然说提出来要退出世界卫生署 但是手续很复杂 还没有完全退出 拜登呢决定重新回去 另外至于这个川普退出来的巴黎气候协定呢 拜登也决定要回去 另外将来也可以显示出 拜登还会参加重新重返 CPTPP或者变成TPP都可能 CPTPP就是跨太平洋不断进步的伙伴协议 TPP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那么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反退群的一个工作 所以他这次呢 就是第一个是振兴美国的经济 然后做好防疫措施 然后呢宣告了美国退群的时代已经终结 而且呢波乱反正的时代开始进行 所以说这个里面呢 这十七项行政命令大部分人可以包括这些要点 行政命令大部分人可以